来吧! BTS在全世界 享有不凡的高人气 很多时候都会担心成员们 是否会因为行程太忙 不光是大部分的团体行程 就算有了自己的时间 也会想开直播与粉丝们聊聊 或是进行个人的工作 时常疲惫到上气不结下气 可是J-Hope尽管再忙再累 在拍摄现场 仍会有令工作人员惊讶的举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有画报杂志活动的话 成员们会按照顺序 轮流进行拍摄 尽管想努力展现出 开朗自信的一面 但平时行程就很满的BTS 也会有藏不住的疲惫帽 累的不仅仅是艺人 提前抵达现场 做好拍摄准备的工作人员 也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J-Hope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他会在拍摄途中细心的照顾好 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 如果现场气氛变得低沉 J-Hope会利用他特有的兴致状态 活跃现场拍摄的氛围 激发出每个人的正能量 其实J-Hope自己也疲惫 但是为了BTS的拍摄作业 每次都会照顾好 认真付出时间及精力的工作人员 并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因为有J-Hope的支持 工作人员们得到了力量 同时也让其他成员们 提振士气和精神 更有利于进行拍摄 工作人员们也称赞 J-Hope真的很专业 总能感觉到J-Hope 比起自己的辛苦 更愿意去为别人思考 很容易感受到周围的低气压 为他人着想 不单单只有J-Hope BTS其他成员在拍摄现场 也有许多美谈 曾经担任过Michael Jackson 辣妹合唱团等知名海外歌手的 写真摄影师 曾出演过韩国综艺刘Kwiz 这位摄影师也曾负责过BTS的画报拍摄 他强调和BTS一起拍摄广告时 BTS的人品真的太好了 从凌晨开始一直拍到深夜 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是丝毫没有露出不情愿的表情 非常努力想完成的样子 看了真的很感动 甚至还让摄影师有了新的愿望 那就是在疫情结束后 可以担任BTS的演唱会摄影师 他想记录下BTS成员们这段期间所累积的能量 以及阿蜜们期待已久的力量 聚集在一起爆发的瞬间场面 想必一定会是非常感动的画面 BTS睽違两年 宣布将于11月及12月在美国举办久违的实体演唱会 很好奇这位摄影师的愿望能否在那时实现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